最新款的 我好喜欢啊 谢谢你 怎么了 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就是好久没看你 笑得这么开心了 好了 是我不好 我答应你 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哦 对了 嗯 先吃午饭吧 嗯 白粥配青菜啊 这比我演出前吃的 减肥菜还清淡 你虐待病人啊 你是个病人 就该这么吃 好吧 我痛哦 我来吧 嗯 吃哪个 这个 来 小心烫 你说我可不可惜 我竟然不记得 在芭蕾歌剧院 跳白天鹅的事 那可是我人生中 最大的梦想啊 我到时候把之前照片 发给你吧 嗯 嗯 那你今年的生日 我是怎么帮你庆生的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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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的生日 你没有来得及赶回来陪我过 嗯 好吧 我知道你肯定原谅我啦 但我还是要跟你说句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 孤零零地过生日 等我好了 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 没关系 我今年生日过得也不差了 有别人陪我过 那就好 等我出院 你帮我约她一起吃饭呗 我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嗯 来 哎对了 下周咱们约奶奶见个面吧 我是不是好久没有去问候她了呀 娜娜 嗯 其实 其实我公司有工作 我带回当公司 晚上再来看你 那你别太晚下班啊 我可不想一个人在医院待着 早点回来 嗯 好 佳希你终于来了 快点 当下我的军师 哎呀 厉害呀这 哭啊 看不出来呀 哎哭 有一套有一套啊 没想到没想到 真没想到 哭啊 了不起 你到底想干嘛呀 没有啊 我就是对老板充满的敬佩 如滔滔江碎 连绵不绝 哎呀 我没想到啊 我一开始以为啊 你是二选一 真是没想到 你是全都要啊 要不是我在医院亲眼所见 佳佩佩佩佩 真的 你都在医院看到了 那是原奈生病了 这谁看得出来 那跑过来 那冲劲啊 那怎么 陈嘉欣 你疯了吗 让王希去照顾前女友 你知不知道 我打离婚官司的学长 跟我说过 有多少离婚的开始 都是因为跟旧情人死灰复燃 可是原奈是因为 我和希才受伤的 她在上海又没有亲人 细意不去照顾她 谁还能照顾她 你脑子坏了吗 那谁来照顾你 你现在是个孕妇啊 在这种紧要关头 你还想着你好 我好 大家好吗 你能不能不这么伟大 把喜欢的人留在自己身边 那不是很正常的想法吗 那不是人的天性吗 这些文件啊 我还是交给董事长裁决吧 你如果不把话说清楚 你走了就别回来了 行 说实话 你忘了你这三个月 是怎么左右为难的过来了 你好不容易把话说出口 终于下定决心了 这下好了 你想再经历一次吗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我怎么当断不乱呢 我怎么当断不乱呢 陈嘉欣 我劝你想清楚 再坚固的感情都经不起来回折腾 之前安娜不在 王熙整个人和心都在你这边 可她现在回来了 你还让他们相处 你这可不是董事体贴 你这是在给自己挖坑 埋雷呢 워서 gatherings 蜆蜴 我先回去了 明天安森会接你出院 奇怪 以前蜥蜴不管有多忙 只要我生病 一定会排开所有的事情陪着我 为什么现在蜥蜴好像变了一个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 是不是我忘了什么 我虽然那不要着急 慢慢想 你一定能够想起来的 好 好不好 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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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不睡 是在等我吗 安娜呢 明天就要出院了 在她恢复之前 我可能要花些时间陪她 如果你觉得不放心 不行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提心吊胆一点 最好每天来公司陪我吃吃饭 还能顺便查查勤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你想吃什么 油爆虾球 三黄鸡 红烧肉 还有醉蟹 醉蟹 你不会做呀 我不是不会做 是时间来不及了 光胭脂就要六小时 家里又没有现成的螃蟹 如果明天中午就要吃的话 那我现在要赶紧想办法了 没有醉蟹也没关系 毕竟 醉公之意不再酒 也不再醉蟹 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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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小心 小心点 是你 你出院了 是啊 医生说我只要在家休养就行了 不用占着医院的病床 早点出院也好 家里总不医院舒服吗 也是 你的家人呢 出院这么大的事就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在上海 男朋友工作忙 所以我不想麻烦他 你脾气也太好了 那要是我出院 我男朋友不来接 我就直接杀到公司去 看看有什么比我还重要 你可真逗 那你保重啊 早日康复 好的 好的 我先走了啊 吃点 你 你 想不想 你 你 我 你 咱 床也太整齐了 难道熙熙昨天没有回来睡吗 我先回去了 明天安三会进行出院 没关系 我今年生日过得也不差 有别人陪我过 你脾气也太好了 要是我出院 我男朋友不来接 我就直接杀到公司去 看看有什么比我还重要的 资源洗涂水的 无归油头皮护理功效 已经获得年轻消费者的认可 一上市便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 其中生姜强根剑发系列 作为我们的主打产品 已经成为承洁企团的销量冠军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另外 咱们的传承 已经成功打进了欧洲市场 但我要的 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要做的是 销量持续稳定的增长 我快到了 办公室等我 乖 我们营销部 专门针对这个 成立了欧洲事业组 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是以最快的速度 针对欧洲市场 提出新一季的营销案 到时候还请易总把把关 你们要做的 不仅是让我把关 在你们提出一个方案之前 要先跟业务部确认 因为业务部是先头部队 他们最了解市场 你们业务部 也要派专人对接 那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会就到这儿了 好 喂 易总 我有一说个事 您可不能说我啊 什么事 是这样 我一开完会 我早早就来医院了 可是他们说 那 安娜出院了 好 我知道了 惊喜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看到我好像不太开心啊 昨天半夜醒来 发现你不在 我就想来看看你到底有多忙 连女朋友生命你都不管 所以我只好主动来找你喽 陪我出去吃饭好不好 现在真的很需要你陪我嘛 真 好